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們去買水待會回來 阿小的咧? 在車上,在我這邊 我想說你可以放著我幫你們顧啊 回來,還在上保姆呢 好 你不在這邊嗎? 沒有在這邊喔 我先買零食 對啊,因為我們沒有買水上來 對,我們去買一些貨物 好 這是一台XC90 VOBO的XC90 然後它把後面的 原本這個應該是屬於 它行動是七人座 對,正七人座 所以它是自小客車 對 對不對 因為它是自小客車 不然的話你下次驗車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 沒有啊 可是我這邊還是整個 蓋起來它是平的啊 對啊 我的意思是說它 它七人座 它 自小客車 它驗車 它不會看你的座位數 對 它完全不會看你的座位數 雖然是你裡面全部都拆掉都沒關係 對 對 它都拆掉 你看這VOBO的好處就是一個 它是後面的這個二人座 然後二人座之後 它就把它 把它弄成 這個椅子 整個去掉一個椅子 這邊椅子 喔 你看 看一下有沒有 然後它只是把這一個拿掉而已 對 拿掉就藏在這個空間 它利用你看 利用這個空間來改它的電 然後那邊有一顆 12V的離鐵電池 280AH 280AH的 然後這一顆是什麼東西 這一顆 這一顆 這一顆是電磁閥 這是電磁閥 對 然後這是 你要用那個 車充 車充的部分 就要打開那顆電磁閥 嗯 對 這是車充的部分 然後這是 庫輪計 庫輪計的主機 然後它的表 你的表應該是在前面嘛 對不對 欸你有試過你這樣子 用這種車充的話 充得飽嗎 通常都13.7左右而已 沒辦法充到14點多 還沒一直充 才剛用而已 才剛用而已喔 對 因為這種車充的方式 目前我有 遇過啦 遇過一些車友他們在講說 像你這個 因為你的 它本身 離鐵的電壓 它是比我們汽車的電壓還要高 嗯哼 對 因為它最高可以到達14.7 是 對 那我們那個 一般的那種汽車電瓶最高好像到14.2 嗯哼 所以你由低 來充高 會不會有發生這些問題 這個我就不曉得 對 可是我這樣夠用 昨天晚上我就兩台 兩台 兩台 排風扇 一台 D72伏的電風扇 那 用了之後 現在電池還是 13點多 那就常態電壓 對啊 你只要看到你的離鐵電池 是屬於13.1到 13.3 13.0 都是屬於常態電壓 對 我還有冰箱 所以 你看它還有一個大冰箱 也是那個 你是用那個什麼 什麼牌子的冰箱 那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一台大冰箱 對 你那幾公升的 50 50公升的 那可以啦 夠用啦 可以啦 然後逆變器 你有試過這台逆變器準不準嗎 沒試過 你沒有試過 對 你這樣 好 我們把它 恢復起來 給各位看一下 它這一台的 改裝方式 恢復它正常的樣子 它就把它蓋上去了 明天還要上班喔 要不要再過個一晚 然後自己改了 改在這樣 善用空間 但是你這邊要小心耶 這邊不能有任何東西掉下去 對 你蓋起來就不會啦 那個是什麼 庫輪機啊 對啊 等它把它蓋起來 今天休旅車哪個 衝一下 衝一下注射冷氣的 哇 夠涼了 我幫你 扶著 那我們等一下看看 它的排風扇怎麼裝設的 看它板子這樣裝上去之後 這邊就是一個它室內的那個 不落地的 可以坐在裡面 然後這樣子 這邊吃飯啊 做什麼幹嘛都可以 然後它的系統就在哪裡 兩個110啊 然後有逆變器 有電燈 這個電燈是在哪裡 沒有沒有 那沒有 先預留 喔預留的 所以你目前是沒有用其他的 那個也是自己接的嗎 對 那也是從這邊接的 喔 那我是要用排風扇用的 喔 那一個是用排風扇用的 對 了解 欸你連後面的這個座椅都是電動的 蛤 不是不是 那 音響設備 喔它後面可以控制就對了 對 那你排風扇你要怎麼架 你怎麼通風 你是直接架在這個後面對不對 對 架在窗戶上面 來 喔 啊我知道了啦 你利用那個晴雨窗啦 煩了 另外一個 左右邊 那個塑膠片是什麼東西 這個 電幕 電幕 對 你是自己切割 用雷射 在拉 喔 你說昨天這樣子 如果遇到大雨會不會下來 大雨 會 它是會從這邊 我來看 正常雨是不會啊 那昨天是從這邊直接灌進去 風 風 風灌了 對 那正常雨是不會啦 但是它因為風大的時候 它會整個從這邊灌進去 因為 它必須要有風進去啊 沒辦法 對 這個就是跟我們屋頂排 屋頂排風扇的原理 它不能氣滅 如果要防止這邊再貼個東西 但是你這樣透風效果就不好 從旁邊啦 喔 喔 也可以啦 你就這邊再 貼一個東西這樣就好 對 貼個東西這樣就可以了 嗯 而且你還有做網子耶 對 其實 那個 不需要 蚊子不會進去 你有試過嗎 沒有 聽說蚊子是不會進去啦 因為它進去就死掉了 沒有 因為一吸一排嘛 嗯 你看 它就是這樣 排風扇 然後接電的 這是接電的對不對 喔 這裡 這是插電的嗎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橫流扇 正確的名稱是橫流扇喔 應該淘寶上面淘的吧 對 風力比較小一點 但是夠就好了 夠用 它是用USB的啊 對不對 對 USB的 插上去看看就知道 這樣可以吧 喔 而且它有分三段耶 對三段 它聲音很小耶 對 幾乎沒有聽到耶 對 15dB 對啊 跟蜜香一樣 聽不到任何的聲音 它只是排風而已 嗯 有啊 有啊 有聲音啊 有聲音啊 這是西亞 這是西亞 這裡啊 對啊 對啊 可以啦可以啦 對啊 有面線 要不要 沒有面線的 金黃的 是喔 不要亂講 它只帶了兩碗而已 喔那你要吃什麼 大叔 我們要去露營喔 機車露營喔 我們的 機車野營的那個 設備都好了 設備都好了 來給各位看一下 妳蹲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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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我的那個啊 我的那顆電池啊 電池 然後你看 它就是這樣子 轉過來 這邊 這邊有一個 1C5的插頭 它是可以拿來救車用 也可以拿來充電用 嗯 對 那我們是用 太陽能在充電 嗯 它現在有12.9V 你知道嗎 因為我們今天買的太陽能板是200W 所以它的 它是算快充 現在是快充 對 因為這顆電池啊 它用100的比較剛 就是 100就是平常的 那種充電的速度 如果用的是 235的 太陽能板 它就是快充的 模式 所以建議各位 如果你用這種 手提的 行動電源 100的就可以 100瓦的 像我們這一個是 200瓦的 因為我們是拿我們原本的 來用的 200瓦的那個 這個是 你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我做功課 你有做功課 對 因為這個只有30H 然後 用的不需要那麼高 嗯 對 好 就讓它充一下吧 對啊 現在是12.9V 12.9V 選它一下吧 我們把它充到那個 大概13V 今天它也沒有很大 你把它拉出來 看它幾%了 來看一下 另外一邊 沒有 在這一邊 再把它放地上 幾% 現在是95% 95% 嗯 還有5%我們把它充飽好了 好啊 那現在是幾點 我不知道幾點 你不知道幾點 現在是12點15分 12點15分 OK好 所以它有沒有很大 陰天 有啦 很大了啦 紫外線算強 你這個應該把它擦還擦吧 很髒 對啊 好我來擦 嗯 那 那 冷氣怎麼那麼涼 還有我們的冷氣一直開在26度 那 開在26度的時候 我們打算讓它運轉到 電池大概要剩幾%的時候 才要把它關掉 因為我覺得 我們覺得26度其實是 是很涼的 那 它在全速運轉的時候 它高達477W 那 當它裡面達到一定的涼度的時候 它就會停止 這個就是所謂的變頻冷氣 省電的方式 啦 OK啦 繼續 讓它涼吧 剛剛已經有小孩在我家車上玩到都不下車 對啊 剛剛有人在那邊玩得很開心 對 他都不想下車 嗯 嗯 OK啦 繼續讓它吹啊 可以齁 可以 關門吧 好的 好 送燈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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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——Y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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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——YK